这是未来最顶级的虚拟现实系统 只需往眼中滴入一滴药水 就能进入提前设定好的幻境之中 无论是蹦迪跳伞还是滑雪冲浪 你都可以尽情玩耍 而发明这套牛叉系统的工程师 初衷却是为了救一个人 女主短发杰是一名顶尖的工程师 刚刚介绍的虚拟系统就是她发明的 原来几年前她带弟弟去游野泳 弟弟一个猛子扎在礁石上 溺水后大脑缺氧成为植物人 短发杰非常自责 于是不吃不喝干了三年 将生物和软件领域结合 创造了这套虚拟系统 目的就是在弟弟脑中植入一个 和当年溺水时完全一样的幻境 再把它及时救上岸 让弟弟的潜意识以为自己得救 从而苏醒 因此短发杰给这套系统命名为重生 但是这项工程消耗巨大 为此短发杰只能拓展重生的功能 让他具备商业属性 然后成功拉来了帅起多筋的合伙人 山姆 一个出技术 一个出钱 一旦程序成功上市 回报无法估量 重生看起来就像是一款黑色的眼药水 但是里面蕴含无数纳米机器人 他们可以按照预定程序 催动大脑神经元 让使用者进入真假难辨的幻境 各种刺激的项目随便体验 而且现实只需几秒 就能让使用者在幻境玩一天 但问题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短发杰在烧光了山姆的几个亿后 产品迟至无法上市 原来重生的最初版本是短发杰父亲研发的 对方是个顶尖的生物学家 后来发现 这项研究最终可能让人真假难辨 长期下去会损伤人类大脑 必大于力 所以果断终止 父亲认为儿子早已脑死亡 还签署了放弃治疗协议 但短发杰却固执认为自己可以救弟弟 甚至不惜与父亲闹掰 独自继续研究重生系统 可这也导致他突破技术壁垒难度变大 程序频频出现bug 甚至一次测试时 还把自己困在滑雪场景中出不来了 好在他意志力强大 不断暗示自己一切都是幻境 才顺利脱困 山姆这边因为资金紧张 打算接受政府的提议 为犯人设计一个虚拟监狱 到时候犯人精神上在监狱完整度过刑期 身体却只用几分钟 这无疑会大大节省监狱的开支 但短发杰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大吵了一架 短发杰的心情变得更加焦躁 男友丹妮非常贴心 主动过来安慰短发杰 说着说着两人也打了一架 不过是不穿衣服泡火连天那种 短发杰还给丹妮体验了一把重生 谁知男友没爽够 偷偷又拿了一支药水滴入眼中 结果挑中了短发杰给弟弟准备的专用药水 很快就因过度刺激抽搐 当场死亡了 这下麻烦大了 因为重生还未正式获得人体实验授权 丹妮的意外生死 让短发杰面临至少十年牢狱之灾 合伙人山姆抓住机会 谈判后告诉短发杰 只要她答应做虚拟监狱的第一个实验者 复兴一年 政府就可以将这件事压下来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为了弟弟的未来 短发杰最终接受了这个条件 毕竟这在现实中只会用掉一分钟时间 不会耽误她拯救弟弟的使命 在进入重生前 她盯住住手 如果过了时间 一定要用应急针把自己唤醒 就这样 短发杰走进了自己亲手造的监狱 里面是一个狭小的房间 一面墙上显示着监禁的天数 每天会定时供应食物和水 鼻色的空间让人无比难受 但为了弟弟 短发杰还是强撑下来 每天健身锻炼 对抗孤独 终于在狱中熬过了漫长的365天 然而 就在她以为自己即将被刑满释放的时候 监狱却出现致命bug 天数计时 又跳回了第一天 这意味着 她将面对无穷无尽的牢狱之灾 短发杰几乎崩溃 发泄过后 她强逼自己冷静下来 同时开始想办法越狱 她在墙上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出口 通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离开了被困的房间 发现囚禁她的是一个废旧的仓库 旁边除了有自己每天消耗的食物和水 还有一个监控室在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逃到外界后 她看到了重生上市的广告 原来她根本不在虚拟世界 而是真的被囚禁了一整年 合伙人山姆故意把她隔离 趁机让重生上市大肆捞钱 她怒气冲冲的去了公司 却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短发杰又去报了警 说自己被非法监禁 果然警察从电脑上一查 她已经失踪一年之久 但警察跟着她返回监禁她的小屋时 那里已经被清理得毫无痕迹 短发杰失魂落魄的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山姆在这时出现 还想要再次控制住她 她不得不设法逃走 并从前同事口中了解到 公司已经大获成功的现状 甚至发现男友丹妮并没有死的秘密 原来当时她只是抽出昏厥 几天后就恢复了 短发杰和丹妮终于再度重逢 为了夺回重生救醒弟弟 两人一起潜入公司 惊险从程序员那里 抢回了装着重生程序的硬盘 随后在警报声中快速逃离公司 来到父亲的住所 短发杰重新开始测试和研究 并利用纳米打印机 重新调配了弟弟的专属药水 丹妮则再次贴心的安抚 随后两人在床上尽情放飞自我 之后 短发杰将新版本的重生 滴入到弟弟眼中 但很快 弟弟就剧烈抽搐起来 看着弟弟痛苦的样子 短发杰只能含泪拔掉了 弟弟的氧气管 她悲痛的坐在弟弟床边 这时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bug画面 那是她进入虚拟监狱前的场景 这让短发杰惊恐地意识到 自己仍处在幻境之中 明白这一切的她迅速冷静下来 便很快回到了现实世界 体会到重生系统的恐怖 短发杰终于理解了终止研究的父亲 她直接将装有重生的电脑摔在地上 但山姆却阻止了她癫狂的举动 冷静下来的短发杰立即决定退出公司 并收回重生的专利使用资格 政府方面因此撤资 最惨的就是山姆 她不甘心几个亿打了水漂 得知短发杰在虚拟监狱中成功越狱 她立即看到了新的商机 打算让短发杰再表演一次 便于开发出新的交互性生物软件 挽救即将破产的公司 短发杰无情拒绝转身就走 但山姆趁她不备 强行将虚拟监狱药剂滴入了她的眼中 短发杰就这样再次进入了 那个令人绝望的虚拟监狱 不过有过一次越狱经验的她 很快就发现了自己身处幻境 强行支配自己的大脑 从幻境退了出来 就在山姆懵逼的时刻 短发杰凡手将眼角多余的药水 抹进对方的眼睛 山姆可没有短发杰那么强悍 只能老老实实做了一年的牢 但结束后 短发杰故意让时间重置 让她也体验了一把程序错误的绝望 等短发杰用应急针将山姆救回现实后 山姆恨不得直接喊妈 只有亲身体会 才能明白这项技术的可怕 最终山姆决定放弃这项技术 电影最后 短发杰和父亲重归于好 她也不再执着于唤醒弟弟 与其让弟弟当植物人被折磨 父女俩还是决定把滚 经过这一遭 短发杰也学会了勇敢面对现实 虚拟实经上映于2017年 虽然是一部小成本影片 但生物软件的创意朝前 片中反转也十分精彩 科技确实能改变人类的生活 但也能将人们引入无尽的黑暗 对待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 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如何看待 如果有这种黑科技 你愿意去体验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